首先,让我一个简单的介绍,我的名字是杰斌,你叫我Roland,或者SnowEyes。 谢谢。 现在,我们来到第一课题。 这课题是非常简单的,但你能够找到什么。 你有读过吗? 是的,谢谢。 好了,读了就感觉了,感觉慢慢上来,看底下。 好,这个文章非常简单易懂,但是有些东西我们是要讲到的。 好,看一下,本词要记得重要词, first one, recount,重要词要记, recount, 第二词要记得叫 saga,如果诸位你们要学的是什么? British English, you rate it as a saga,懂吗? 如果美式就称为 saga,so in British English, we say a re, in American, we say a re. OK, number three,传奇怎么说?叫 legend. 好,下个词要记得,这个重要词叫anthropologist. 尽管这个词本身没有中性,但是它的构词方法要注意一下, anthropologist. 好,遥远怎么说? remote. OK,祖先称为 ancestor,注意众语不要往上跳,不要对成 ancestor, ancestor. OK, next,下词要记得,今晚我走, rot. OK,好,痕迹称为 trace, not the trace. 为什么要读到 trace呢? 意义结尾嘛, right? OK, a, a, a,这叫开音节, right? trace,不能读trace. 如果英语中出现这样的词,我们就看,如果for example,那么怎么说? trace,假如没有这样的词,我说应该please, that's it. 这就是你要讲track,这是个避音节方法,OK, understand. 好了,这是重要词,要记得。 那how to say 人类学家? Anthropologist. 这样就多读两遍,我们最大问题就是,always are afraid of opening mouth. OK,所以我们大家最大的感觉就叫open it,装开嘴就行了,即便你要出错,this is very natural,正常都要出错。 OK, next up, go on. 好,来,第一词,什么意思啊? 叫recount,没有问题,叫叙述。 OK,这个诸语在哪儿? OK,那么我可以不可以这样想,读语都是重读,这么多啊? 读作recount,是不是啊? 好,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用法,for example,这个怎么读? record,还可以呢? record,OK,一个叫record,一个叫record,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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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叫record,那么好,有个规头,第一个音节带着一个stress,什么词? 明前动号,very good,那么这就是na,对啊? how about this one?verb,OK,好,那么考虑这个,我两个都中读,有可能什么词? 就是说,这个re要中读,recount,那么count,是属,recount,什么意思啊? 在属,今天你表达成什么啊?一个bonus,工作干的不错,bonus,老板奖礼,bonus,什么感觉? 发奖礼,发奖礼的,其实呢?你拿回来以后呢?叫什么?counted,说了一遍,你妻子呢?不放心,来给我recount,再来一遍,re基本数呢? 怎么少了一张呢?re,ok,way,ok,那我们在他口袋里装着呢?re,想呢?做点什么? 提示房间,re,ok,所以都没藏着好,那么recount,就学菜数,懂吗? 再来一次,就叫recount,好吗?如果这里呢,我们读音就读作recount,好,终于在后面啊,所以呢才叫做叙述的词,过去叙述,那么我们讲过,so many things about recount,ok,我们看一下,英文中过去叙述的词,常用的词, 你比如说,什么?describe,对不对?这太简单的词,还有哪些词?你比如说,depict,sorry,depict,and also narrate,甚至叫portrait,portrait,好,what's different here?看一下感觉,啊,你说呢,这些词到底怎么用,才用得比较呢?顺道理,re,那么晚,好,什么叫recount?好,请注意啊,这个词叫什么? 如果英文解释叫做emotionless,understand?不带什么?不带任何感情摄入,re,就是说平白指示说就行了,re,叫recount,re,好,那么呢,什么叫describe,and depict,正词基本上同一词,re,ok,可以呢?好,so it代点什么?a little,what,emotional,懂了吗?略带感情色彩,就是说,你如果用describe,好像呢,比如说, 哎,你母亲说,啊,你今天在外面干了什么,给我说一说,如果你说recounted,ok,那么就,怎么说,非常平淡不起,如果呢,describe,偏有加速了,啊,我走在街上,怎么走呢?在悠悠的走着,突然之间加了好词了,看没有,突然之间等等,好,那么什么叫narrate?narrate,是不是啊?对了,这个表示叙述,re,也叫叙述,那么好,它只有两种可能, 一个叫什么?temporal,一个叫special,为什么呢?根据什么?temporal,time,根据时间,甚至呢,special,空间顺序,好了,根据时间和空间顺序描述,就称为narrate,ok,narrate,好吗?ok,那就是,你比如说,我今天上午干什么,我下午干什么,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流水仗式,就可以用narrate, 所以我们说叙述,narration,继续文,怎么说?我们这样写,继续文,narrative,这就叫继续文,听吗?按照时间是,我们要排,啊,流水仗,叫rain on sentence,怎么?rain on sentence,ok,next,last one,portrait,什么意思?this one is the strongest,最强的外扫,什么叫portrait?你就到那儿,一位画家来到了,干嘛?给你,怎么?describe you, 投你的什么?眉毛画家,啊,就画出一个生动鲜明的人出来,portrait叫什么?描述的意思,画人,给人以肖像的描述,这叫portrait,如果你要呢,能描述这样,就是你这傻子了,你比如说,啊,我正在街上怎么?哎,轻轻的找着,突然之间一阵微风袭来,就是给谁说的,可能写诗了,ok,如果你给你的同学说,你就说,you are portrait,你正在什么?那么细致, 你生动的描述什么东西,叫portrait,understand,ok,that's all,好,所以用法,啊,这词我们都学了,它不是用法,这语看你的感情色彩,ok,next,下次,叫什么?saga,do you knowsaga?这叫英雄故事,好,感觉一下,saga,这词,你们认为,它是real,unreal,就说它所描述的东西,real,unreal,真的,假的,ok,mostly,啊,大多数情况,这是什么?real,懂了? 好,这个呢,基本是真实的,好,它的原词来自于什么?from North Europe,来自于North Europe,好,指当时谁的活动呢?Vikings,don't know Viking?yeah,we also say pirates,don't know pirates?this one we should be familiar with,for example,we pirate,s sometimes you buy CD,VC, all these are pirates,什么东西啊?假的,什么东西?盗版,盗版,那么how,pirates,什么意思啊?海盗,就是Viking的代名词,懂了?Viking就是北方的,欧洲北部的海盗,哪些国家?Denmark,Sweden,Findland,Findland,北欧出海盗,GDOR,OK,所以呢,可没有,那么这种就是海盗们活动的那些故事,逐渐就演变成了什么?saga, 这么来的,saga,好了,这我们讲过了,大概在Between 8th and the 10th century,8到10世纪,就是说,大概这样的经历,这个saga是他们的故事,后面就讲了英雄故事,因为呢,作为一个海盗人员,肯定就有英雄的一种精神器材,saga,OK,那时候我们下个词,有个叫什么?Legend,这个词有什么区别?Legend一般而言怎么样?都算real,unreal,unreal的多,基本上是一种假的程度比较多一点,unreal, 所以我们说,比如传奇,for example,who,you know this one?Robinhood,对,Robinhood,who,鲁宾汉,对不对,可能就是假的基督,对不对,就说只是一种传奇色彩,OK,所以他是一个传奇人物,how to say,he is a,形容词,how to say,legendary,人物叫figure,高大形象,legendary figure,这叫传奇人物 什么?yes,OK,nice,这词叫anthropologist,什么叫人类学家,how to say,好,这个词比较难一点,OK,那么我们慢慢分析,什么叫人,how to say,如果从词语上分析,this is a human,人就是词,这就是人,anthrop,OK,好了,所以有这样的人,开始,这什么人,随便我再举词,do you know,phelo,phelo,phelo, 还想起来,但是我们能记得一个词,phelo,phelo,什么人,哲学家,什么叫哲学家,就是phelo,加一个什么,sophie,OK,phelo什么意思,爱,对了,那么sophie叫什么,wisdom,懂了,智慧,爱加智慧,就是哲学家,既有爱心,又充满智慧,哲学家出来了,好,phelo就是爱的意思,好,我们看一下,那么我加什么,phelo加一个什么,anthropic, 什么人,看一下,爱加什么,anthropic,什么人,爱加上,这个什么,这是关于人历史,这个人,是加为是,是,as,就是加为什么人,爱人的人,什么人,OK,very very good,这就加慈善家,看了没有,对人,有一种爱心的人,就称为慈善家,好了吗,最继续这点来,就是说你可以把它拆开去,anthropic, anthropology叫philo,ok?phi叫philean,他有改善,这样写,philanthropist,ok,就叫人类爱人,ok,就叫慈善家,yes,ok,没错,好,所以注意圆走行,anthropy,anthropy就是人类学,所以呢,关于人类学家就叫anthropologist,how to say人类学,anthropology,所有在地外的词都是学科, 懂了,学科,好,生物学,how to say,biology,地理学,geography,变形,那有点接近,都是这样,生态学,ecology,所有都这样构词,所以就行了,地外就是学问,ok,就是subject,懂了,就是简单,ok,好了,人类学,in American universities,this kind of course is on offer,but in China,maybe not so, 对不对,在中国好像我们大学没有设计课程,有没有啊,anthropology,有没有啊,人类学,in America,there is a course on offer,是这样的课程,你必须学,学什么学科,学history,学历史,你就要学anthropology,学哲学,你要学anthropology,ok,let's go on, 这个词叫什么,ancestor,叫做先,ancestor,那么好,ancestor,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啊,非常简单,以后见到an,就是在前头的意思,an就前头,好,你们叫am吗,好多水,ok,如果英文写出来,叫anti-meridian,我们等一下这是lat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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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anti,看到没有,anti就是心理词,就是an的,一个变形,在什么,meridian,知道meridian?medium,中间,在中间以前, 就是中午以前,就称为,上午,下午呢,后多水,你们都会,什么叫p吗,什么叫p,好,下面呢,叫什么,post-meridian,就是下午,好了吧,就这么简单,post-meridian,就这么简单,anti-an就是前历史,所以主线就好说了,主线呢,靠钱,在我们之前就叫ancestor,这个是什么,for father,ok,主线,还有呢,for bear, 那for bear,we bear,bear,先熊,不行,不能当熊,这个bear,这个bear,什么意思,bear shoulders,bear something on shoulders,什么意思,肩负理识,承担理识,一个人在你前面,给你承担起重担,不就是主心吗,for bear,他也是主心理识,提前给你承担一些责任,叫for bear,那么好,这个for bear呢,一般可以,如果叫服务手,直接说, 不是说for bear,就可以了,都当主心理识,什么意思,for bear,for father,还有呢,主心,还有那个前罪,叫什么,pre-decessor,你见过吧,这个就为了,pre-decessor,ok,这是pre-de-de-ce-sour,ok,de-ce-sour,OK,主心,也是,这词也是主心理识,不是,pre-de-ce-sour,这个是主心,那我们就,我们选过多词讲的用法,ok,next 说,过,这词,这词叫poulinaseer, 这叫波罗尼西亚尔算跑 地名在什么地方 大概在Pacific Near Australia 在澳大利亚附近我们学过 波罗尼西亚 密克罗尼西亚 或什么 米拉尼西亚 米拉尼西亚 三个地方 岛屿甭管了 关键记这个词叫Poly Poly是多的意思 Poly是多 好 看一个词 这是什么意思 Polyandry 好 用英文解释 就是 A wife with more than one husband 叫什么 一七多夫妻 A wife 那么分过来 那个叫什么 Polygeny